〔萌生姊 d命〕 好 各位同學大家 下午好 我們今天講第四章 我們第三章講電子繞設 講到空間 講那個電子導測的導空間 那這個今天是講那個在 我們的磁空間 影像平面 我們怎麼用電子顯微鏡能夠看 看那個我們的影像 那這一章題目就是 Kinematical 這是叫運動學散射 Kinematical and Dynamical Theory 其實叫做Electron Scattering of Kinematical 跟Dynamical Scattering Kinematical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用比較白話來說 就是它只散射一次 就是我們在解釋 繞射強度的時候 電子在晶體裡頭散射一次就出來 晶體樣品了 Decrisal樣品 這叫Kinematical 就一次散射叫Kinematical 一般來講X光跟晶體的作用 跟物質的作用 基本上是Kinematical Defraction X-ray 因為X-ray跟物質的作用 它只跟電子語音作用 它的作用力跟電子比起來 它大概弱了將近1萬倍左右 所以對X光來講 它是非常弱作用 它跟物質作用 作用一次然後就出來了 就出來物體的樣品 所以叫做Single Scattering 就是Ideal的Kinematical Scattering 所以Kinematical Scattering 其實就是Single Scattering 所以相對來講 這種Dynamic Scattering 其實叫做Multiple Scattering However in Electron Deflection There is Orban Multiple Elastic Scattering 就是叫Dynamic Behaviour 那這個可以看一下我們那個教科書 11、13、18、24 上顧在這幾張 那我只不過把這幾張的範圍 收集在這裡頭 Dynamic Scattering 在電子繞色裡頭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電子跟物質的作用非常的強 我這一個波被原子散射之後 我在還沒有出來晶體之前 我又會另外一次的Black Scattering 所以他會Black Scattering Black Scattering Black Scattering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所以這個是在這些章節裡頭 那這個會影響到我們對這個 我們影像的解釋 我們影像的解釋 就是對繞色的解釋 沒有那麼直接了當 那這個Dynamic Scattering 基本上對我們的樣品的作用 有什麼樣的條件呢 第一個就是運動學 其實叫做Kinematical理論 Kinematical的Scattering 在以下兩個條件可以被接受 一個是非常非常薄的樣品 什麼叫做非常薄的樣品呢 這個有人說 就是大概在20個Anthorps以下 或者是這個叫石墨烯 叫Graphine 一層碳原子 基本上一層碳原子 一層 錫利康的原子其實都很蠻接近什麼 蠻接近 Dynamic Scattering 因為電子跟物質的作用 其實是很強的 你說一顆 錫利康的原子 我還是Dynamic Scattering 基本上是四的 那樣品很薄很薄 而且你原子序 就是原子的位能很弱很弱的時候 基本上才會滿足Kinematical Scattering 基本上是沒有足夠的繞射中心 是建立很強的繞射光 那當你繞射光很強 那個繞射光又會變成什麼 繞射光又變成入射光 你足夠強 然後它又會產生繞射 或者是當晶體遠離真正的繞射條件的時候 那我會給你們介紹什麼叫弱光速 就是你完全完全沒有很強繞射的條件 那是什麼條件 那是弱光速的時候 尤其我們成像的時候有一個去觀察我們的缺陷 觀察我們的dissocation這些缺陷 其實我的樣品要是有很大的應變 有很大的strength的時候 你通常用弱光速去看的時候 通常會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會給你們介紹 就有兩個條件 一個非常薄的樣品 一個是在弱光速 就是在晶體遠離真正繞射中心的時候 弱光速的時候 那弱光速我們找到機會會給你介紹 好 我們來看 Multiple skating或Double skating 這是我們在第三章的時候 第三章的時候有給大家介紹過 那第三章的時候有給大家介紹過 就是我們把第三章這個相對的地方 我要畫了一個圖 畫了一個圖 那這個呢是我們有兩個材料 我們有兩個材料的圖 有兩個材料我們有兩套的pattern 兩套的pattern 那這個是我的中間光速 當我的材料很薄很薄很薄的時候 這些光速其實是很弱 繞射光很弱 因為你沒有足夠的材料去把它繞射很強 但是當我的樣品越來越厚的時候 這個電子通常會被散射到這個繞射光來 繞射光變得很強 繞射光變得足夠強的時候 這個繞射光這個可以當成另外一個入射光 因為這個要是夠強的話 它會繞射這個向量 這是B晶體的 這是A晶體它會繞射A晶體的向量 它會繞射一點到這個地方來 相同的其他所有的繞射點都可以當成入射光 OK 當我樣品夠厚的時候 這個穿透光 這個入射光 通常都會把電子數都繞射到這裡來 這個有足夠的強度再去產生另外的繞射 像比如說這一個 這個向量對不對 這個向量 那這個也可能當成 這個可以當成入射光 它會貢射一點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 最後 我這裡有兩套Pattern 最後你樣品過後的話 這邊其實都會有一圈 都是有很多點很多點 OK 你這裡會看到 主要的點旁邊都有很多的衛星點 這個都是Double Deflection來的 所以這種Pattern你要分析什麼 你只能分析兩套 其他點都是什麼 都是Double Deflection來的 你知道嗎 都是Double Deflection來的 那個劉骨幫我弄到第四章 好 所以這個都是Double Deflection 另外一個例子 像比如說 Silicon C Silicon跟 FCC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Silicon FCC基本上是 它的選擇規則是 H平方加 K平方加 L平方 是348 112對不對 348 112 3 所以第一個會繞射的是 第一個會繞射的是 1 1 1平面 FCC 第二個會繞射的是 是200平面 那200平面在Silicon是出不來的 一般來講出不來 所以Diamond結構跟FCC最大的 特別不太一樣的是 面芯立方這個點 002這個點很強 從110方向 從110配等看下去 面芯立方是這個點 002的點很強 但是對於西利康 對鑽石結構 基本上這兩點是很弱的點 但是實驗上你不會看不見 因為為什麼 當你樣品夠厚的話 當你樣品夠厚的話 這一個點 這個點可以當成入射光 它會散射到這裡來 這個項量是被允許的 這個是1 1 1 這個是1 1 1 這是H平方加K平方加L平方等於3的那一個點 這個是被允許的 所以這個樣品夠厚的話 所謂的樣品夠厚 樣品薄 你可以在實驗的Pattern看出來 要是你樣品很薄 這一點很亮 其他點都很弱 當你的樣品夠厚的時候 其他的繞射點的強度 會跟這個會差不多 你很厚的時候 那這個點就會繞射這個向量 跟穿透光會繞射這個向量是一樣 相同的這個可以當成入射光 這個可以繞射這個向量 就是這個背影學的往往往的向量 所以這一點會很弱 會出來 它不會完全不見 就是Double Deplection Double Deplection 所以你們分析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分析什麼結構 這一點要是很弱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又不能把這一點當成有散射的點 知道嗎 你要當成是沒有散射的點來分析 這個是也是一樣 這個是Chapter 18的一個例子 這是從Silicon 從E30的方向看下去的時候 我們說過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是Zero Layer LaVeyzone 對不對 Zero Order LaVeyzone Zero Layer LaVeyzone 實際上你算出了當樣品很薄的時候 這一點應該 等一下 AEB 這一點 002這一點其實是出不來的 002這一點其實是出不來的 006更是沒有 0010沒有 這是002 004 004會出來 006出不來 002為什麼會出來呢 是因為這個當入射光到這裡來 這個當入射光到這裡來 OK 還有其他的 繞射相量都會 都會繞射到這邊來 那這個相對弱 這個強度 也會往這邊慢慢遞減 往這邊慢慢遞減 那基本上這個也是一樣的 這個實驗上 這個會少一點 這個應該是 這應該會少一點 這個應該少一點 這個少一點 但是會有double deflection 很樣品要夠厚的話 這邊 這叫forbidden deflection forbidden 就是選擇規則不支持的 選擇規則不支持的 但是對diamond結構來講 這個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弱弱的點 那個就是從double deflection來 包括這個002的點 double deflection 好 好 我們複習一下 我們第三章講的全部是kinematical 一次散射的 在晶體裡頭一次散射的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kinematical的繞射 這是一顆原子 我們談一顆原子 這是穿透光 當我觀察者在很遠很遠地方的時候 我看到的一顆原子是什麼 是這個原子未能的負利液轉換 叫做F1L OK F1L 那因為我看到的是 記錄的是強度嘛 強度是這個的平方 知道嗎 F1L 那F1L其實是我這一顆原子 未能的負利液轉換 為什麼是未能 因為我是原子的淨天未能 跟入射電子作用 我看到的是作用的 那個力量的負利液轉換 我如果入射是X光的話 我看到的是 我charge的potential OK charge的分布的負利轉換 OK 對X光來講 因為我只有是電子 與那一部分跟X光互相作用 OK 看到的是作用那一部分的負利轉換 我如果說是一個金包呢 我看到的是 整個金包未能的負利液轉換 對不對 金包未能 那金包裡頭 我就包含很多原子在不同地方 所以 比如說我這個金包是一個面性地方 那麼裡頭有四顆原子 那每一顆原子 未能的負利液轉換 但是我這四顆原子有相對的位置 所以每一個原子都有不同的相位 對不對 我把它夾起來 這叫什麼 這叫結構因子 所以結構因子是什麼 就是我金包裡頭 未能的負利液轉換 這個都是kinematic 一次的 一次的 我看到的強度是 正比於這個的平方 OK 這個都是kinematic 那dynamic 會不會修正 會被修正 所以我們這裡頭 我們這裡頭 這個本來應該是 估計應該是零的 但是你會出來 OK 知道我意思嗎 那這個的強度 這個強度 這個強度比上這個強度 基本上一次散射的話 大概基本上就是 我們那個結構因子的平方 但是因為樣品厚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會散射到這裡 所以它的比例可能會改變 知道我意思沒有 好 多次散射 它可能會修正 會修正 會改變 好 那我的樣品呢 如果說我有一個切形的樣品 我的厚度一直變化 我厚度很薄很薄好了 很薄很薄 那很薄很薄呢 我如果無限的 我如果是無限的樣品 基本上 我一個金包 跟很多很多樣品是一樣的 但是我要是Z軸很薄 Z軸非常薄 那我們說過 它必須要有一個形狀函數 對不對 往Z軸方向 這叫real rod 懂我意思嗎 你就乘以一個 sync function 這是sync function 這是我們上禮拜介紹一個sync function 所以這張圖 基本上總結了 我們第三張講的東西 我從一顆原子 一個金包 跟我有很薄很薄的tm的樣品 我基本上 我每一個 每一個到金格空間的點 我都必須被一個 一個 一個形狀函數 或一個棒狀的函數 或者是一個sync function 說什麼 所取代 OK 所取代 知道嗎 因為我的Z軸很長 那這個sync function 基本上是 垂直我這個樣品 薄樣品上面 OK 好 那這個 基本上 我如果有很大的金包 我的金包很大 我的 參與的原子數量就多 對不對 是吧 那我如果金包很小 像比如說金屬 我的金包裡面就含幾顆原子 像比如說 我的VCC就含兩顆原子 但是我的超導 我的超導 我的unicell很大 我可能含了 二三十顆原子 所以我的散射能力 要normalize什麼 我的金包的大小 所以omega是什麼 是我unicell的體積 我處於一個unicell的體積 叫omega平方 因為我的金包 我的unicell有大有小 我的abc有長有短 OK 所以我就是 normalize我金包的體積 我單位金包體積 我的散射能力是多少 OK 我還normalize一個lunda 我normalize一個lunda 就是我用高壓的電子顯微鏡 跟用低壓電子顯微鏡 我的散射能力是不太一樣的 散射強度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normalize我的lunda 所以這兩個是一個正常化叫做 正常化叫做normalization的factor 我的lunda跟我的omega OK 我單位金包裡頭 我的單位波長 我這個波長 我有個固定的波長 我有個固定的波長 那我這個的散射能力是這樣子 這是我一個金包的 這是我很薄很薄樣品 你看往T 往T方向走 OK 往T 這是叫kinematical 所以我們會得到 這是我的樣品 這是我們的透鏡 那這是我們的後聚焦面 是我們的負利液空間 我們的道空間 我的動量空間 也是我的頻率空間 懂嗎 我的頻率空間 這個叫我的周期空間 OK 因為我這是我的晶體 晶體我在彈周期 我的晶包彈周期 我的晶包是ABC OK 這是我的周期空間 這是叫我的頻率空間 周期的導數叫頻率 周期導數叫頻率 叫負利的空間 也是什麼 動量空間 知道嗎 這個 這是我的繞色圖形 繞色圖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H軸 也是θ軸 H呢 H其實是動量的改變 知道嗎 我們第三章講過 然後 這個也叫負利液空間 這個每一個點是什麼 叫道金格點 知道為什麼 道金格點 那這一層是什麼 是我的道金格點證的 zero layer laway zone 懂不懂 我在這邊看到的是 我的zero orderlaway zone 這個也是一樣 那 這個是我們的成像平面 這是我透鏡的影像平面 那我們有幾種成像的模式 在電子顯示有幾種成像的模式 第一個 不僅是電子顯微鏡 然後光學顯微鏡也是一樣 我如果放進去一個光圈 我放進一個光燃 光燃 那個 那個中國大陸就講光燃 我們台灣就講光圈 那光圈這裡有個孔洞 我只讓穿透光過去成像 穿透光過去成像 那我呈的影像 那叫冥場像 冥場像 那我呈這個像 的對比 秤度 待會會跟你們講 跟三個東西有關 跟這個的質量有關 跟這個的方向 跟電子數量相對的晶體方向有關 ok 跟它的厚度是有關係 待會會跟你們講 那 這個是穿透光 它可能會繞射到這裡來 那 這穿透光會繞射到這裡來的強度 我如果用一個光圈 我只讓 繞射光過來成像 那麼這叫暗場像 那 這一種 用穿透光的成像叫冥場像 用繞射光叫暗場像 不僅是電子顯微鏡這麼叫 在光學顯微鏡也是這麼叫的 ok 你用繞射光來成像 就是叫做暗場像 暗場像 那就跟我們的樣品厚度有關係了 我這一點 繞射的強度是多少 那是有關係 我顯現出來的特徵 會不太一樣的 會隨便 我的多次散射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有多次散射的理論 多次散射的理論 會跟大家講 那這一張我們講的這個成像 都是用什麼 好 用一個點 繞射點來成像 我這個是用一個穿透光來成像 用一個光束來成像 這個是用一個繞射光來成像 這叫冥場像暗場像 那我們在呈高分辨原子影像的時候 我根本就把這個光圈全部拿掉 我這個光圈呢全部是抽出來的 我用很多光束來成像 為什麼要用很多光束來成像 我會干涉 這幾個波會干涉 這個每一個點是一個波 不是一個繞射 不僅僅是一個繞射點 是一個波 知道嗎 這是一個波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波 那我把這個光圈全部拿掉 這幾個會互相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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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會呈影像 會呈原子影像 OK 這是第三種成像模式把它拿掉 那我們說過這個叫做負利液空間 所以其實每一個波 是它的負利液分量 所以我們說過這個完美的透鏡 其實在做什麼 做一個負利液轉換 它把這個東西做負利液轉換到這裡來 所以它每一個有一個負利液轉換 它每一個負利液分量在哪裡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晶體的負利液分量 那當我們談到高分辨原子影像的時候 我們就會來比較詳細介紹 這個每一個負利液分量 所以原子影像我把它抽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裡電子顯微鏡 它玩的是什麼 我選擇負利液轉換 這個圖形其實是這個的負利液轉換 我選擇什麼 負利液分量的第0個分量 我來呈向哪 負利液分量的第0個分量 OK 你把一個函數 我可以用一個函數來描述我的樣品 我在這邊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函數的負利液轉換對不對 好 那這個函數的負利液轉換有第0項 第1項 第2項 第3項 第4項對不對 就A0 什麼Sine的第1項對不對 然後叫A1對不對 你們要是有學過工程數學 你把其他項通通丟掉 只留下A0項 然後再逆負利液轉換回來 就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明廠項 所以你用數學的方法 用數學的角度來看 是我這個透鏡 把我樣品做一個負利液轉換 然後我把其他的負利液分量統統切掉 我只保留第0項 知道我也是沒有 我現在逆負利轉換回來 好 我告訴你們 這個呢 玩的是什麼呢 我把我的樣品做負利液轉換來 照我的聚焦平面 所以這個每一個都負利液分量 我只保留 A負1這個項 我把其他的負利液分量統統去掉了 我把它負利液轉換過來這裡 這叫暗藏項 懂我意思嗎 當我把這個光纖全部抽掉 我保留 我讓所有的負利液分量 全部再去組合回來 再回來這個成項 這表示什麼 我有這邊 所有所有原子的細節都到這裡來 所有的負利液分量 那電子顯微鏡就是在一個完美的透鏡 就在做兩次負利轉換 好不好 就是這個東西而已 好不好 就是從數學來講 是這個 從物理來講 每一個負利液分量都是一個波 都是一個波 那個 柳谷 你能夠把那個整個抬起來嗎